战场上最恐怖的两个兵种,防不胜防,美军曾因此吃了大亏。 战争很残酷,因为有战争就会有伤亡,士兵上了战场最主要的就是眼观六路而轻八方,时时刻刻地保持着警惕性,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大存活的几率,因为战场上打仗不是打游戏,枪林弹雨随时都有可能交代在敌人的子弹之下。 战场上的兵种有很多,一般通俗的分法是将其分为海陆空三军,但是这三个大分类之下还可以细分,比如陆军就可以分为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等等,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两个兵种不在这些范围之内,但是它们的杀伤力确实很恐怖。 这两个兵种就是童子军和女子队,其实这种分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,因为这两种叫法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,比如咱们国家就没有,但是在有些国家它却存在,而且还是作为最重要的兵种去使用,比如越南。 童子军和女子队顾名思义,可以知道这两支部队的主力就是孩童和女人,一般国家虽然会设立童子军,但更多的只是为了加强孩子们的国防意识,不会真的让他们上战场,但是越南却让这些孩子们上战场打仗。 孩子和女人在世界主流价值观中是要受到保护的,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文明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,但是有些国家却将他们送上了战场,在越南战争期间,童子军和女子队作为越南极为重要的一股军事力量投入战场。 美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在战争初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,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,他们却常常损失惨重,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孩子和女人与正规军不同,越南女兵主要是以流击队的形式出现,他们凭借着女人牵声娇小身体,藏在丛林之中放冷枪。 因为常常出其不意,美军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反应过来,所以遭受了不小的损失。 童子军则又是当年越南战场上出现的一个非常残忍的兵种,这些孩子甚至都不能算是军人,因为他们还不懂事,他们不明白军人的意义,以及承受军人的职责,他们只是被训练出来杀人的机器。 而且越南童子军杀敌的方式非常残酷,基本就是属于自杀式袭击,虽说当年是美军入侵他们的家园,但如此手段似乎太过残忍,毕竟他们还只是个孩子。 战争不会是一件仁慈的事情,与战争相伴的永远都是死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